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講一個大家可能已經看了其他媒體報道的新聞 現在一些人做得很快 我甚至覺得TVB電視台也很大進步 因為TVB講者,我昨天有無線APP 但東張西網APP說,已經訪問前衛兒離婚那件事 那我說,吳仔經常說話,比別人慢,是狗拍的 然後有些人說,抄襲人,抄襲人 那你聽過別人,為什麼還要聽我 永遠我那個點擊好像比較高一點 那電視台你這麼快,你訪問,是不是 你就追訪這件事,什麼事,什麼事 我怎麼說呢?這件事,我的角度就是 老公要跟我鬼妹結婚,分一半身家? 你是不是瘋了? 你是不是瘋了?鬼妹每個人都一樣 對 要不需要呢? 結婚 結婚就是分一半身家給別人 那你現在都要分一半身家給前妻 然後再分身家給鬼妹 鬼妹其實不用結婚的 你玩也可以 她玩也不行,她要結婚的 你看看那個鬼妹,她就是公審計 你看到其他報道會不會說這些? 為什麼? 有些女人扮真愛很厲害 是 非要跟你真愛,true love 不可 說到沒有你不行 好,今集說,豪門尋船機 你有沒有人這樣說,電視怎麼可以這樣說 是啊 什麼鬼妹,烏克蘭的 模特兒 東歐 那些 東歐那些 她本身是做KOL那些 要不這樣沉發 連港姐老婆都不要 港姐挺漂亮的 不過,歲月就是美女的黑星 是的 八一年的港姐 搞到現在離婚收場也很慘 這件事 我待會跟你罵這個壞公德 出去玩也給你玩 你這麼蠢 她覺得這個是true love 這個世界是沒有true love的 親得下就是true love 親得下你有錢就是true love 沒有錢 沒有錢你會不會遇到這個人呢 其實 唉,你跟誰在一起 不過很難說 就是她夫妻之前 可能關係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只能夠看到表面 沒錯 我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這個like是值得給的 是吧 不同的角度 鬼妹 好了 那這個港姐 香港小姐亞軍 其實本身不是亞軍 是貴軍 誰知道 冠軍的羅佩茲 好像那些馬一樣 是過了榜 哦 其實就不是她過了年齡 虛報年齡 這樣 就被人剝了牌頭 哦 是的 隨名之後呢 她就升多一位 升上去 拍照就只有第二 廣姐亞軍 不過是八一年的 八一年 八一年 我都在上一輩子都沒有投胎 接下來 都是叫她姐姐而已 就像我嬰兒出生三歲 看到這個姐姐也是姐姐而已 這個錢惠儀 1963年的人 就今年都59歲了 其實我看你年輕也算是挺漂亮 原來她年輕 1983年的時候 跟阿富星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富星 富星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動作演員 她那時候拍一套叫花心大笑 傳出緋聞 當時傳她是綠母了阿欣妮 阿欣妮就是富星的老婆 但是富星在童年就是車禍身亡 這個其實是不傳得大的 因為養著養著的人都不在這裡 大家例如不在這裡的新聞更大 她1995年嫁給豪門 就是香港大生銀行後人馬青陽 欲有兩子一女 跟你生了三個 近年就是豪門少婦身分出席 很多時尚派對 她拍攝不多 她只是電影拍過花心大笑 之後其實是幾部電影 你都不記得那些 電視劇只是拍過兩部 她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當年被她 這樣撿過耿頸二 而比較出名 嫁過有錢老公 都會出名 豪門當然出名 一入豪門 沒錯 但是昨天離婚了 宣佈結束27年的婚姻 這些都多新聞 以後不要叫我做馬太太了 這句話 你看她年輕 是 她真是美女 不過現在年紀 大概59歲 她這個是美女 那你有個美女老婆 男人有錢 其實你什麼女人都可以 你需要私有化 我覺得 還有講到虐待她老婆 虐待錢惠儀 全被迫睡一間沒有窗的黑房 我以前睡那些 沒有窗的間隔房 不一定是黑房的 有沒有這麼便宜 這是豪門 找一間房子沒有窗很難的 是嗎 也有雜物房 你明白嗎 你現在正常的房子沒有窗 是很難的事 不知道哪裏吹出來的風 是 她說 被要求搬來主人房 就用睡那些 摺的床 行步床 不知道是不是 武昌的細黑房 長達9個月 我覺得 所以做女人 我剛才說她沒有什麼演出 這麼漂亮的美女 跟著男人 你沒有求生能力 叫你睡9屋都要睡 不過這個是全的 但是這個也可以 自己想想 有些女人說 我老公疼我 一定可以綁到她 你說綁到你 牽得住你老公 那鬼妹更厲害 就是 死了一個鬼妹 就有千千萬萬個鬼妹 是的 你老公才拿來 說要和你離婚 因為我要和那個結婚 這樣也有 唉 用不用啊 不用啊 兩邊都 你想想 你用不用啊 你老婆 都說她 之前和那個鬼妹 去玩賽車 簡直是很公開的那種 不理 不遮掩 以前 其實這些有錢仔 你老婆以前都很好 他以前都是跟她玩賽車的 其實他根本上是有錢人來的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他那段感情什麼什麼 你老婆 然後說你和那個鬼妹一起之後 他都不差你了 那可能 可能是家裡有些難聽的話 還是什麼 始終 免得 撞口撞面見到 你不回去都行 不過 你或者租房子 給他分居也好 你有錢 不要說一個鬼妹 三十個鬼妹都是這樣說 用什麼 用錢而已 他說不是 這是true love 你拿錢買的時候 那一刻也是true love 你要那一刻而已 見不到那時候 你要人關懷 那你分開來玩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 你怎麼找那個鬼妹 回來分自己的身家 這麼蠻蠻 不知道 沉船 沉船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很難去拔她起來 她老婆當時挺漂亮的 嘩 我覺得這個女人 沒有人很有趣 尤其是有多兩個前的人 那種感覺 我都不知道 沒辦法 你看她選當時多漂亮 又包包面 又大 變成那些女人 你看這張照片 李嘉欣 你老婆很漂亮 這樣說你真是 如果同年齡計 她老婆一定比鬼妹 而且鬼妹很不耐老的 不是啊 但是你看那個鬼妹的IG 那樣子都不漂亮 要漂亮大把 她 有錢人拿個老婆出來 拿來威威而已 我不拿來威威 我不儲明星 那你老婆以前走得出來 漂亮的 又說帶她去哪裡哪裡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相處 個個都要經營 你貪個鬼妹 不用那麼多 其實說話越少 就越不傷大家 這個一代宗師裡面 梁朝偉的老婆說的 說話雙人 小言不雙他人 可能是的 溝通也不是特別好 也沒有那麼深度的交流 沒有那麼煩惱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相處 但是我以 這些叫做分愛情的角度 對 IG這個可以 你試試看 IG可能很漂亮 有些很漂亮 都可以的 為什麼要私有化一個呢 他有個奇怪 他喜歡私有那樣東西 不過他這樣說而已 會不會是藉口呢 他說為什麼要跟他離婚 因為他說要跟鬼妹結婚 是的 那會不會是藉口呢 其實是假的 我覺得是假的 又不出奇 我看不知感覺好像不像 即是你覺得是堅沉船 堅沉船 不是呀 有些人很有趣的 什麼呀 即是說人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 什麼都沒試過 那你試過吧 你沒試過擁有過 那種擁有 你幾歲的人 我當你六十歲 當你八五歲的命 好嗎 二十五年 你就算數而已 而且他覺得 有很多藉口 給自己 又要明正言順 讓人感覺 嘩 你看我拖個金毛出來 這樣 是吧 明不正言不順的感覺 喂 你不是那個老公嗎 這樣 不知道 不要玩 這些東西 我喜歡 我喜歡好像那個丹爺那樣 後面十幾個鬼妹 即是如果我有他那麼有錢 人家愛那個丹爺就懂得玩 那些 不要叫妻妾成群 一群女兒湧著她身邊 圍繞著 是不是 根本上那些女生 本身已經很開放 我上次和俄羅斯女生拍攝 不是說侮辱女性 純粹是說她的衣著 她來到穿白色衣服透點 裡面不戴胸圍 看到她的粉紅色 是 這樣很正 但她主動是這樣 她來拍攝 我接觸這麼多女生 我覺得 這個交易 還是你是真愛 不知道 我感覺上 不用 但是我昨天聽過一些小道消息 有些女人假扮 有些女人假扮真愛 是假扮到連自己都相信 是 要先洗自己腦 我是真心的 有什麼真不真愛 是呀 我們經常都說 在男人的角度來說 人間哪有真情在 總之是女人我都愛 是吧 是吧 做什麼事 這件事 不要說是否符合 他很漂亮 有時候我們見到很多朋友 耳目相傳也好 聽到有些朋友說 沉了旋記 還是什麼 那些 船我也沉過 一說到這些 我會覺得 做什麼啊 不要這樣 做什麼 你的腦袋 是不是 因什麼解救 會墮進去呢 她那個鬼妹老婆 不是特別 不是特別 不是吧 出眾 出眾 不是SS級鬼妹 如果你從烏克蘭的女士角度來看 是啊 人家的網紅 你內地那些 他聽到一會兒不要 我看到烏克蘭有個中國網紅 肯定沒有你這麼有錢 但是老婆比你這個女兒 起碼三倍 超正 不過這樣說 可能說性格 是 但這些事情都是 沒理由這樣搞的 幾十年老夫老妻 對 他也有你出去玩 殺出了個金毛絲王 搞到烏煙瘴氣 這些是不懂得玩的 如果他就說 我不懂得玩 你懂得玩 我們先聽聽 我兒子 你對著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跟你說那番話 你對著後面二十個女人 都是用盡方法跟你說那番話 都是想你跟前妻 即是跟老婆離婚 然後就自己得到你的身家 我坐聰明 你看一下劇集 那些有錢人 不得人看劇集 根本上就是這樣 分一杯羹 感覺上 男人是不是真的想負責 其實男人大多數都是想跟他一夜春宵 那你一夜春宵 就不知為何特別開心 對 當然 當然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究竟 你有錢人 其實結婚是怎樣 你照顧我一輩子 就結婚了 給我一個家 我買樓給你 我 你不用工作了 你死了之後 有錢分的一億 那跟結不結婚有沒有關係 所以可以看得到 很多豪門有錢人 玩的那種方法 或者處理這些事的方法 都截然不同 有些就處理得拖拖落拖 因為你不會聽不到有什麼問題 是會討論的 是吧 有些就不是的 搞得一鑊足 有名人也好 有錢人也好 是吧 接著還囂張 說那個新歡 叫Kiletsana Dirama B 那些 那個 對了 烏克蘭會 Dirama B 他在那個 IG 展示一張床照出來 你離婚之後做一張床照 浪費命 浪費命 不知道他老公是否回到隔離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他睡在哪 不知道他睡在哪 就是這樣 可能那張床是他的床 嘩 嘩 真是恐怖 整件事 你自己當局者迷 你走後一步 你就看 兩個女人欠一個男人 那個女人跟你離婚 但是你的新歡 立刻騷一張床照 齊齊屌 每個女人都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你去到這個位 你 可能轉過頭 你過了一會兒 他又厭倦了 有些事情 所以人是要了解你的人體 為何說七年之養呢 為何說那些婚外情 三四年就完 其實他有那個公式 男同女播完總 懷胎十月 然後那個嬰兒 就在三歲開始識行 那個男人就走了 這個是動物 動物 如果我們都說到最原始的那種圓獄 就獅子老虎 我不知道他對過貴妹 對過多久 多過這麼多年都還是要這樣 要麼就是true love 另外要麼就是女人的心計 枕頭弓 真的 我們不知道在什麼程度 有些好厲害的事情 我們真的不了解了 有多厲害 我真是怎麼知道有多厲害 可能有多厲害 有多厲害澳門找不到 有多厲害都找到 現在問題疫情關係 那倒是 只能夠這樣 這些真是投其所好 你只能夠這樣 覺得這個人 可能剛剛有一下子吃了他 他就覺得滿心歡喜 找不到 其他人了解不到他 唯獨這個人可以了解到他 可能是這樣 是嗎 所以就變成一個 好像很true love的事情 那你老婆以前跟你那些 不是true love 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相處 是真的 不過他老婆以前 有本難念的經 對 這些花生 對 有他有他 又不是不關我們事 我替阿 阿錢小姐 現在不是叫馬太 阿錢小姐就是淒涼 是的 喂 離婚還可以分身交 不用住柴房 其實真的很可憐 如果那一刻是住柴房 九個月 對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正常應該不會這樣做 正常的 其實有 算了 女人的事情想不到 其實離婚可能的好處更大 脫困 還有有善養費 那些分身家 我想如果真的脫困那件事 會大於一切 你這麼可憐 說到 等一下人家說 家裡的錢全部是家族 我本身戶口沒有錢 我分花戶口那兩萬元給你 就糟了 玩這味 誰知道 這間屋的老爸 關你差事 對不對 他這些是什麼 那這些 讓他們自己研究一下 怎樣處理一下 好了 那說完單花生 下次再談 拜拜